近日,蒙古国新冠肺炎病例增至实例,中国第一时间向蒙古国援助了一批急需的防疫物资,其中包括核酸检测试剂盒5016个,医用防护口罩5000个,医用外科口罩5000个,医用防护服1000套。 3月25日,这些物资经内蒙古二联口网公路货运通道出境,二联出入境边防检察站开通绿色通道,安排专人专岗进行验放,仅用10分钟就办理完全部通关手续,确保防疫物资通关零等待,查验零延时。 严蒙防疫物资到达口网后,我们专门开通绿色通道,以最快的速度办理边境手续,确保防疫物资能够快速通关,尽快投入疫情防控一线。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,蒙古国总统巴特·图勒嘎专程访华,并捐赠3万只羊,蒙古国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发起募捐活动,呼吁各界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支援,以此表达对中国抗击疫情的坚定支持。 而中国在蒙古国国内疫情防控情势严峻情况下,第一时间向蒙古国援助急需的防疫物资,全力支持蒙古国抗击疫情,传递出携手抗疫,守望相助,共克时间的决心和信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